望线,爱意盈盈,第四集,说来也是好笑,魏无线与蓝战结为道旅七年以来,竟然连一次蓝旺姬与蓝西辰的面都没有见过,这让蓝氏子弟们众说纷纭,背地里议论来议论去之间,就给魏无线总结了个不受先都宗主待见的结论,也因此不怎么把魏无线看在眼里。 魏无线大概是知道这些弟子们的心思的,他们连宗主夫人都可以只是表面尊敬一下,那么对他这个少夫人如此也没有什么惊讶的。 他感叹的是,想当年蓝氨在世时,姑苏蓝氏子弟无论当面还是背后可都没这么势力言,也不知是利益的驱动还是时代的变迁,姑苏蓝氏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姑苏蓝氏了。 不过魏无线对那些弟子们适合态度并不怎么在意,反正只要蓝氏还是一如当初爱他喜他,那么他就心满意足了,何况他们这对道理也不久居云深不知处。 当年两人新婚艳尔时,蓝湛考虑到魏无线就说出了四方游猎的提议。 他知道魏无线是个爱游山玩水和除奸服弱之人,所以知道他不会不同意,而事实上他确实乐意赞同了。 这让蓝湛暗松一口气,他怕魏无线久居于蓝氏会,渐渐厌恶上他,更怕魏无线被蓝忘机发现。 热闹的集市上,小贩们的卖叫声不绝于耳。 蓝湛小心翼翼拥着魏无线停在一处小滩前,眉目柔和,看向怀中之人,心中有些忧虑。 蓝湛你看,这双小虎鞋如何? 魏无线拾起一双右铜鞋,被其上可爱的模样柔化了心。 他想,若是他与蓝湛将出生的孩儿出生后,穿上这鞋,屁颠颠向他们跑来,那画面该是多美好啊。 不错,蓝湛目光仍停留在魏无线身上。 魏无线自顾挑鞋中,他比对着手上不一样颜色的鞋子,道,蓝湛你觉得红色好看还是黄色好看? 闻言,蓝湛没有过多犹豫,甚至连鞋子都不看便道,红色好看。 因为魏无线的发带为红色,黑衣上也有红色。 魏无线听到蓝湛与他的看法一致,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,他放下黄色小虎鞋,接过摊主递过来的另一只红色小虎鞋,爽快道,老板,我们就要这双了。 回家的路上,魏无线险些被人撞到,所幸只是有惊无险,不过还是让蓝湛的脸色难看起来。 差点就撞到这位友韵中庸了,还好没撞到。 一旁关了全城的路人道,就是就是,另一人附和完,继续开口,现今陶妖真是不好做啊。 你说,仙都不是让人寻一珠必逃吗? 这都七年了,还是没找到,如今赏金越加越多,刺激的许多人连画了形的陶妖都要抓了。 对啊,没准仙都要找的那珠必逃,半路画行了呢。 是这个理,可是再怎么说,也不能连黄桃树,油桃树,盘桃树妖都抓吧。 魏无羡在一旁听他们对话,听得心虚,还好他装成了一名中庸,不然得被这些人合力捕抓了。 虽然他不怕去见蓝妄鸡,但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为好,也不知道他要找他干嘛。 应该不会是好事吧? 不会是要他在度歇修为救谁吧? 他可不干。 他默默地想,曾经本有几次机会能让蓝妄鸡见到他的。 只是蓝妄鸡是真的一点也不想见他这个名为魏无羡的儿媳妇。 而他魏无羡也是有意无意在躲着,所以就造成了如今这种奇怪局面。 明明能很简单就找到的人,非得花费大功夫去寻找。 回到暂居的家中后,魏无羡瞧蓝战还是一张有心事的脸。 便问他,蓝战,你是有什么心事吗? 闻言,蓝战犹豫了一会,才道,家宴,魏无羡却是松了一口气,他投入蓝战的怀中,轻点蓝战的唇,展颜道,原来是这事啊。 现在快年底了,云深不知处也是该准备家宴了,往年的家宴咱们也都有去,怎么今年你却要心忧呢? 蓝战圈在魏无羡腰间的首相上提了一提,往年家宴他不是没有担心过蓝旺机会出席,只是今年更加担忧罢了。 他莫名觉得,此次家宴让他不安。 暗自想了一会,蓝战轻起唇,县县已有四个月身孕,不宜奔波劳累。 魏无羡听完,觉得有些好笑,他道,前三个月的不稳定期时,我糊里糊涂间都去了几个地, 如今四个月了已经稳定了,有什么好怕的?而且,年底刚好是三月之期,你不是每逢三个月就要回云深不知处取冰寒花吗? 两人说来说去,等到年底家宴这天,他们还是不好推托一年一次的蓝室家宴,准时到场了。 特意挑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,魏无羡窝在蓝战怀里,浑身不舒服。 魏无羡的举动,无疑是不符合家宴规矩的,只是在场之人也都知道他已经身怀六甲,此刻正是运土难受时期,难免于此。 虽然他们认为,魏无羡有因为才七年就怀上一胎,而有些得意做作的嫌疑,但主事的宗主夫人金光瑶都没说什么, 他们就算不满,也不怕金光瑶,也知道,不能在这个时候开口。 线线,要不咱们提前退场吧。 蓝战轻顺魏无羡的后背,低声心疼道。 魏无羡难受得摇摇头,小猫似的任由蓝战顺毛。 忽而,他察觉到蓝战的手迟迟僵住不动,正打算转身摸清状况时,便听有弟子报名道。 仙都道,闻言,魏无羡也是一将,他顺着蓝战的力道窝在蓝战的怀中,一下子不敢再动了。 蓝望鸡忽然出现在家宴上,这让在场之人皆为惊讶,明明先前他就已经摆明了态度, 往年他是如何决定,那么今年依旧,到底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是大事,他也是想如何变如何。 仙都独揽蓝师大权已久,因有不服他知举之人的前车之见在,蓝师众人早就不敢反驳他的任何话。 带着他们反应过来,要向蓝望鸡问礼时,他们见蓝望鸡正站在韩光军服服袭案前, 目光莫测落在埋于蓝战怀中的魏无羡身上。 眼前此时景,蓝望鸡莫明觉得碍眼,他秀一只眉上条,似乎闻到什么浅淡好闻味, 还有点似曾相识。 他是妖,语气平淡生冷,听得在场之人一愣一愣, 原来仙都竟是不知他知习父是非人吗? 看来传言不错,仙都当真不喜他知习父,也比他们想象之中更加不喜金光瑶母子。 回过神来后,金光瑶得体一笑,向蓝望鸡解释道,是,无限他是妖族。 不带人接话,他急忙继续言,不过无限虽然是妖族,但他是个好妖,没什么坏心思的。 好在姑苏蓝氏讲究非命定之人不可,又有潜力在先,而且蓝氏子弟如今姻缘难求。 再者,更有蓝望鸡例子摆在这,就算此时蓝望鸡才真正了解这婚事, 应该也不会对蓝战位无限,结为道理表示反对的。 金光瑶如是想,话落久久无人语,众人在等着蓝望鸡打破这片沉默,然而蓝望鸡却是一句话也不言,直接忽视金光瑶就要走上上座坐下。 对此,金光瑶倒是习惯得很,他没有什么不适地对蓝战说, 这儿,无限身体要是实在不舒服,不如你们先回清室吧。 蓝战早就想带魏无限离场了,如今听见金光瑶此言,自视应下, 他看向蓝望鸡的背影,虚揽着魏无限急忙退了出去。 那边蓝望鸡刚坐下,视线里正好出现道理两人转身的背影, 他目光一顿,觉得那具相对娇弱的身影有些熟悉,像是,不可能。 蓝望鸡暗自否定,就算魏英复活了,也不可能能安然无恙活到现在, 要知道,若他真复活过来,若是没有了寒潭洞里与复活他所用之术息息相关的冰寒花护养, 他绝无可能活着。 现现,可还好。 小道上,蓝战与魏无限刚出家宴之地不远,魏无限便忍不住干呕。 捂住自己的心口,魏无限脸色看起来很差, 他强打着精神,虚惊一场道,好险啊蓝战,差点就尴尬了。 闻言,蓝战一磨,半赏才一摁。 又是一阵干呕,为无限委屈的撅嘴诉苦,蓝战,怀孕好辛苦啊,我不想怀了。 蓝战虽然知道他这是玩笑之言,但听在心中还是觉得不好受,纵然他不舍得他受苦。 线线想要什么补偿? 蓝战道,魏无限得逞一笑,亲亲我,亲亲我线线就不难受了。 说完,魏无限不带蓝战动作,自己就要凑上去一点方唇。 然而就在他要亲上去之时,一道强劲之力把他往外一拉,他下意识一抬眼,对上了一双炙热却又害人的眼睛,刹那间,魏无限傻眼了。 几乎是无意识的,魏无限口中吞吐着吐出一词,父,父亲。 雨落九季,魏无限看见蓝望鸡脸色更加害人,他忽视被抓得更加生疼的手腕, 求助般的慌张转头望向蓝战,却见蓝战脸色变化莫测。 良久,蓝望鸡才咬牙切齿道,你叫我什么? 父,仙都。魏无限急忙转口,自以为自己猜出了蓝望鸡生气的理由。 蓝望鸡被他这态度伤到,他转眼一看蓝战,一下子想通魏无限复活之事大概要点后,气得直接一掌击飞蓝战。 蓝战!魏无限一惊,想要脱离蓝望鸡的束缚,跑向岛屿地上的蓝战,无奈蓝望鸡力道过于大。 魏无限这一挣扎,反倒让蓝望鸡的另一只手缠在了他的腰间。 你!魏无限浑身一僵,不可思议看向蓝望鸡。 我未曾成婚。蓝望鸡几乎是一字一字到处,继而继续落字沉生,更无孩子。 依稀能感受到蓝望鸡呼出的气息,魏无限听完他的话,脑子更加混乱了。 放开线线。 此时蓝战已经起身,他上前揽住魏无限,想要带他脱离蓝望鸡的桎梏。 滚! 这次蓝战有了准备,并没有被蓝望鸡打得体面,但他修为不如蓝望鸡就是不如,还是被他硬生生击退了几步。 蓝战,你没事吧? 魏无限挣脱不得,急得跳脚。